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剛剛收到消息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香港時間 今天凌晨12點半 就著內華達州的選舉問題 是有重要的發佈 不過究竟內容是什麼 要今晚才知道 一有最新的消息 我會再錄一段影片給大家聽 這一節究竟想說什麼 螞蟻集團在較早前 就已經決定了暫緩在香港和上海的上市計劃 但是去到昨天 中國官方新華社 仍然刊登了一篇文章 內容是不點名的批評和告解馬雲 除了新華社之外 人民網也加了一腳 而人民網那篇人民財評 更加開名來批評馬雲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新華社那篇文章是怎麼寫的呢 標題叫做 話不可除口 事不可除心 人不可除以 除此之外 這篇文章就配了一張圖片 可憲緩美 這張圖片就顯示 在一個樹林的上邊 就有個天空 天空上邊就有一朵雲 這朵雲的形狀就十足一隻馬 在天空上飄下飄下 有網民就認為 這張圖的寓意 明顯地就是 馬雲在飄飄然 實際我也同意這個解讀 因為你整隻馬在天空上 畫了白色舊雲 無非都是想影射馬雲 這篇文章就這樣寫 說話要經過腦子 不要放縱自己的語言 這個才是一個高情商的表現 說話就是一門藝術 不隨便說話就是一種智慧 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 有些事不能隨便做 有些話不能隨口說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隨心而行 因為一旦盲目行動 結果往往不能達到理想的目標 還要付出不少的代價 這篇文章 明顯地在告解馬雲 叫他不要再亂說 馬雲在較早前的一個論壇 當著王岐山的臉來跟他唱反調 相信他這個行為 捉怒了相關的領導人 其實人民網也是 差了一腳去批評他 那篇人民財評標題是什麼呢 就叫做 沒有所謂的馬雲時代 只有時代中的馬雲 其實就是貶抑馬雲的地位 老實說你說新華社那篇文章 有沒有完全說錯呢 他就說話不可除口 如果是套用在馬雲身上 那又不是說錯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2013年的時候 馬雲也曾經是很大口氣地說過一句說話 來到去踩低 成哥李嘉誠 當時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 但是轉眼間七年的光景 喂 到底誰已經是被國進民推呢 哪一個集團是上不了市呢 是不是 成哥又怎樣呢 是不是依然 壓立不到 是不是依然在全球範圍裡面 都有他的投資項目 而且還十分多元化 不僅有基建項目 也有公共事業 比如說發電廠 水廠 也有通訊事業 也有零售業 而且他還參與了很多高薪科技的初創項目 喂 究竟哪一個時代才已經過去了 現在大家顯而易見 開講也有說 發財立品 說話不能夠太過火 尤其是當一個人 在社會的影響力或者所累積的財富有回到的時候 還何必 要靠踩低其他富豪 來去抬高自己的身價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這樣的 風水輪流轉 當有些人說了一些非常過火的說話 往往就是會被人不停地回帶 好啦實請這個螞蟻集團 現在說暫緩上市 究竟什麼時候會重啟呢 都未曾知道 當然 現在那個表面原因 或者叫做導火線 就是馬雲在一個論壇之上 公開當著王岐山的面 跟他唱反調 就出了事 其實在底下來說 螞蟻集團也有著非常大的潛在風險 螞蟻集團 其實是有從事金融相關的業務 但是他們就以一家科技公司的身份來自居 而且在上海交易所方面 他們都打算是一個科創股來自居 究竟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想利用科技企業的身份 來規避 大陸金融相關部門的監管 第二件事來講 他們還有些什麼潛在風險 就是大陸可能都會擔心 他們會進行過度的借貸 這個過度借貸會有什麼後果呢 當然這家企業很可能會賺大錢 問題就是 由此而引申起的風險 就很可能要由整個金融系統 和全社會來分擔 相信大陸政府方面也不願意見到 故此現在螞蟻集團暫緩上市 究竟什麼時候才談得到呢 現在還是不知道 跟著我們又轉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說什麼 他在微博上寫了一條貼文 是今晚寫的 在這裡抽美國總統大選的水 這些其實就是擦存在感的表現 我們姑且又看看他怎麼說 他就說 美國這次的大選 吸引了很多中國人 最大原因就是那些中國人覺得 這次大選的結果有可能 對中美關係產生某種影響 實際上 這件事 當然 就是有影響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根本上中國就是會鬆了一口氣 這個是必然的 好了 跟著老胡又怎麼說呢 他就說值得注意的就是 早年中國人去圍觀美國大選 煽惱美國能夠搞選舉 就是很大的原因 他就是變相承認了大陸 是沒有這一種 一人一票式的直接民主 為什麼會說這些話 大陸自己標榜 是一個所謂的民主集中制 也是民主 好了 老胡繼續說下去 他說今天中國人主流 而且相當廣泛的認識就是 中美是國情截然不同的兩個大國 應該就是各走各的路 即使是一些人欣賞美國的選舉 亦更多的是遠觀那種欣賞 大多數都不認為 中國是應當仿效的 我就是想問他 究竟你這個所謂 大多數 或者是對於這個所謂的認識 你有沒有數據作為一個 支援 或者純粹是你來唸口网 說的 有沒有民意基礎 有沒有進行過民意調查 或者你問過多少人 開口埋口 又說主流廣泛認識 大多數 這樣 簡直就是吹水不抹嘴 然後他還說下去 而且必須說的就是 能夠看到美國大選的明顯負面效應 看懂他對於美國社會的嚴重撕裂 並且相信這種撕裂 對於中國那麼複雜的大國 是會意味著不可鼓樑的風險 他這句其實就是抽人水 就說 美國的大選 就造成了嚴重的撕裂 那麼請美國目前的這種所謂的撕裂 究竟是因為大選 來導致的 還是有其他的因素呢 美國本身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每一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那當然是各有各講的 如果你認為這種就是撕裂的現象 那你說大陸就沒有這種選舉 你胡錫進自己說的 問題就是到底大陸方面有沒有撕裂呢 比如說城鄉之間的 差距 無論是收入的差距 還是生活質素的差距 這個算不算是撕裂呢 又或者 就算在城市裏 貧富之間的差距 貧富懸殊 那麼這個是不是撕裂呢 如果你說說撕裂 究竟是美國大選造成的 還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 是不是 就算中國你說沒有大選 那你說難道中國 真的完全沒有撕裂的情況嗎 又看不出說沒有 你看新疆的情況 就已經是撕裂了 是不是 所以 胡錫進說這番的話 究竟他是有沒有邏輯的 我就真的不是很理解 究竟他在說什麼了 一個沒有選舉權的人公然寫篇文章走出來批評 人家國家的選舉制度 就好像一隻龍中鳥 走去批評在龍外邊的小鳥 在天空上飛行 是一種病一樣 究竟誰才是真正有問題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